朋友们好 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内容 今天的盘面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市场是无差别扫射 就是所有的板块都在跌 除了这个机场航运 本来就没几个票 其他的都在大跌 像什么第三代半导体 孵化工 之前大热的白酒 CRO mini半导体 mini LED 还有储能 石墨烯都在大跌 那么今天这个大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大跌完之后 后续又会如何走呢 在这里子晴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今天这个大跌 其实是可以预见出来的 是因为在昨天 甚至上个星期 市场的走势已经表明了 没有任何一个热点 资金都在尝试找出一个新的方向 昨天一美出来 今天一美跟着大跌 然后又因为市场资金 多空双方的力量比较均衡 没有缩量 成交额都在1.2万亿以上 延续了18个交易日 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 市场上很多的资金都是带杠杆的 而且他们使用资金是有成本的 多方和空方的力量均衡的结果 一定是多方受不了成本压力 转而进行砸盘 砸盘完之后 多方才能够重整旗鼓 再次进行上工 而且子晴昨天也说了 不管是向上突破 还是向下回踩 短线基本你一定要休息几天了 除非资金明确出现于一个板块内 而且伴随有成交量的产生 那么这里子晴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在今天的大跌之后 后续市场会怎么走呢 大家可以思考三秒钟 然后子晴给你一个结论 今天市场无差别扫射 目的就是一个筛选 那我们筛选什么呢 筛选究竟还有哪一个板块 持续力度更强 那关于这一点呢 子晴每天都会在文章里边 给大家点名方向 然后今天呢 我也会在视频里为大家继续讲解储能 为什么讲解储能呢 你想想看啊 就所有的板块都跌完 下一步再出来的板块肯定是 要么发展前景非常好 要么政策面支持 政策面驱动 要么需求肯定驱动 要么需求量大 市场发展的前景大 那么这几点呢 储能毫无疑问都占了 而且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 虽然储能今天跟着一块大调整 但是这未尝不是一件坏事 我们看一下储能很多 之前掌握的 今天都是大阴线 科士达直接摁到了跌停 永福股份也是 永福股份呢 这是因为一个利空消息 您的时代是减持嘛 大家也都知道 砸成这样了 但是他砸成这样 又何尝不是一个机会呢 那关于这点呢 我们后续可以进行拭目以待 而且等会我也会为大家讲解 永福股份的行业地位 以及发电侧储能的一些龙头 那么为什么储能同时具备这几个条件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政策啊 就是这个政策 大家应该也已经都知道了 我在这里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 让大家都能够看明白 那一些专业性的名词呢 我尽量一笔带过 因为发给委和能源局都发布了 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 明确了目标 这个明确啊 就是表明了国家对储能行业发展的决心 以及力度 它的总装机规模 要达到30G瓦以上 而且他还看未来对三种储能的支持力度 会是发电侧大于电网侧大于用户侧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发电侧啊 它是有优势的发电侧储能 发电侧跟电网侧储能的系统 大多都在兆瓦级以上 但是用户侧储能的储能系统 大多都在千瓦级 那这个单位都不一样了 都差一个级别了 大家应该知道了 而且规模效应大幅摊补了发电和电网的投资成本 就是说你这个把能源储存起来 你还减少了它的发电的投资成本 然后啊 这里有研究报告哈 发电侧储能的每度电的成本仅仅为0.565元 每瓦 然后用电侧储能大概是在0.747元每瓦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用户侧储能的成本以后肯定也是要降下来的 我们再等个半年或者是一年 可能市场对这方面的表现就完全会不一样了 但是现在主要都是看发电侧储能以及储能概念股哈 而且发电侧储能除了单纯解决气风气光问题之外 还可以将多余的储能空间用于电网侧调风等储能服务 这个我在上回也都跟大家讲过啊 这里也都有发电侧储能的优点 从而它的经济效益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它这个循环模式是什么呢 你首先有这个需求而且这个技术也在慢慢的运用 但是现在只是因为成本比较高 还没有完全降下来不跟理念池一样 然后呢储能还是非常有市场前景的 那说到这里呢 其实这个PPT我是更新了的哈 前几天有朋友留言我说这个PPT怎么样啊 很简单关注我的文章 文章当中都会有领取方式给我发消息就可以了 我就会把这个PPT发送给大家 然后储能的市场前景其实是很广阔的 就是解决了气光加剩余容量用于辅助服务的假释之下 发电侧储能系统已经具备经济性了 在投资额下降至0.7元每瓦时的时候 光储系统的内部收益率啊 这个IRR是内部收益率的意思 达到了8.5% 仅次于光伏系统的8.42%你看多接近 就是意思是储能对新能源电商的经济贡献就是正的了 就你发电然后把它储存起来 这个已经具备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那有了经济效益之后 肯定就吸引资本 然后实现储能装机自发性快速增长 那这个行业你介入了资本 就是国家补贴完之后 第一国家补贴 第二到以后国家都不需要补贴你了 就跟前几年光伏一样 前几年光伏国家是大力补贴 那就是烧钱啊 但是现在光伏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 光伏一些产业跟上游的龙头公司 那在这里储能也是一样 最后剩下的肯定都是行业性的龙头公司 就像伊维里能 这个从5块钱涨到130块钱的公司 他涨了两三年啊 是吧 储能也会有这种公司 那是谁呢 认真看视频 这个内部收益率啊 它是越大越好的 所以在发电测储能的成本越来越低的时候 内部收益率就是在越来越提高的 然后 这里都是专业性的研究报告 我给大家总结出来的 然后分享给大家 给大家进行分析 然后国内的储能有望 在2025年由2020年的0.7兆瓦时提高到36兆瓦时 这个直接翻了多少倍 大家自己去算啊 这个年均复合增长率呢 达到了125% 这是年均复合增长率 不是这个市场的增长 但是这个市场的增长 几年内可能将是十倍的规模去增长 这里也有预测了 储能装机规模预测到了2025年 大家看一下这个柱状图 所以说储能这个市场很可能是长期的一个投资方向 就像新能源车 大家都知道比亚迪已经涨了一年多了 对吧 而且呢在这里 上期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储能这个PCS双向变流器 是上游的组成部分 然后呢 这里还有系统集成 系统安装等等 这个环节的集中度 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 是电池组大于PCS 就是这个电芯电池组大于PCS 再大于中游的系统集成商 意思就是储能行业 电池的行业壁垒是最高的 PCS次质 集成企业的壁垒最低 那么PCS这个双向变流器 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这里在国内的公司啊 主要是有 阳光电源 以及刻画数据 这两个公司 然后呢 在这里储能还有一个逻辑啊 就是储能的锂电池 更看重经济性 以及更高的循环次数 国内的发电侧 需要有大型项目经验 加品质过影 加技术积累深厚的企业 去做这件事情 具体的公司呢 我已经给大家找好了 永福股份 虽然受到了减持的影响 但是它的行业地位 以及龙头性 是毋庸置疑的 这里宁的时代 虽然也有一定的调整空间 但是宁的时代 要再造一个宁的时代 它以后的估值 一年两年之后 给它到两万亿三万亿 一点不为过 那在这里呢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用户侧储能的龙头 派能科技 它是国内智利最纯的储能龙头 用户侧储能的引领者 虽然说它现在 没有被市场资金 有一致性太高的认同 它之前也涨了一包 但是它以后未必不能涨 到时候大家再去配置 肯定也能收获 北京军政跟北方华创 这么高的涨幅 它是国内智利最沉的储能龙头 这些专业性的东西 如果懂的朋友们 就看一下 不懂的朋友 我在这里念 也没有太大意义 解释起来也很枯燥 大家知道 这是一个龙头就行了 就等这个风口吹了 然后它是背靠中心通讯 深度绑定海外储能系统 集成商的巨头的 而且在这里它的电薪收入 是一年比一年多的 20年受疫情的影响 可能有一些放缓增速 电池 储能电池系统就更不用提 毛利率也是在逐年提升 总收入也在逐年提升 所以它的规模 在未来也是会扩张的 然后总市值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了 对吧 所以说储能这个方向 不管是从需求方 还是政策主导 还是资本层面 都是非常非常具有 发展前景的一个赛道 大家也可以在未来的几天 看一下市场对于 储能这个板块的反应 看看是不是储能在最先出来 那好了 由于今天的时间原因呢 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 如果有想要PPT的朋友 可以去文章给我留言 明天呢 我将会为大家讲解 军工整个产业链 包括军工链子 以及军工零部件 等等一系列的知识 精彩内容一定不要错过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 朋友们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